就是要把table做掉 不然的话会发生资料重复的问题 那刚刚的部分我们是把它执行之后 理论上应该会只有产生4笔资料 等一下各位也可以试试看就是 这相关的资料可以改一下 栏位名称也可以改一下 换一个资料看看 也就是你今天要show的资料 不一定是卖水果的 你可以卖其他东西 或者是放一些其他资料 那也可以去做查询动作 那这里的话可能会有个问题 最后当然你一定要关的话会产生像这样 因为我按home好像不会触发到那个onDetroit 好像要这个back 才会onDetroit 所以是不是按home会触发什么 会不会onStop 所以是不是写在onStop可能会更好一些些 这部分可能等一下可以试试看 如果我back之后再进去里面 那各位可以发现 这边如果我seqlite2 那进来之后 就会是正确的 但是好像如果按home 跳离 他好像不会触发那个onDetroit 所以如果再进去的话 会不会 多 多一次 不会 那刚刚怎么会又再多一次 这个这个刚 所以是不是按查询还是怎么样 所以这里的话我想各位再试试看 那总结一下前面的部分 我再把 我有把全部的画面都放上去 你把它 refresh一下 基本上我们 里面大概就是 刚刚的那个方法都在这上面 最后有个onDetroit 各位也可以试一下 那如果当onDetroit的时候 要把它 要把它Drop掉 其实下一个sql语法 这个sql语法是标准的 你任何的 其他的那个databate都一样 就Drop 然后table 后面给他一个 table名称 Table01 就把它close掉 OK那这部分的话 应用面我想各位可以多思考一下 看有没有放其他资料 另外的话 你要什么时候载入资料 其实载入资料的方法 当然不外乎就是 你可以外部读取一个test file 那test file你可以放在哪里呢 一般我们会放在像是 专案里面 比如说你在 启动的时候 比如说有insert那些资料 那其实一般我们可以放在哪里 就是他不会 把他 把他 就是说compiler 实际上你可以放在 几个地方 一个是assets 这里面的话 你把档案放里面 再把它读出来 其实 就 是一个好地方 用java.io的方式把它读进来 或者是另外还有一个是用 RAW 文字档 大部分 不会放在RAW RAW是说在这里面的话 你可以在resource里面 可以再新增一个资料 叫RAW 叫RAW 这个RAW compiler的时候 他也不会把你打包 OK 有两个地方可以放 那或者是说 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做法 我觉得也还好 就是你资料量不是太大的话 你可以放在Stream里面 有没有 那Stream的话你可以把它 像之前我们不是有那个全名音简吗 那全名音简我不是有给各位100笔的资料 对不对 那你也可以怎样呢 把它放在这里 那当你启动的时候是不是 也可以把全名音简的资料 把它放进来 然后如果你要查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把它key上去 直接的insert到那个database里面 不可以啊 没问题 所以 要不要就回头看一下 全名音简那个 Stream 放在这边也可以 那哪一个方法好呢 这个 各位可以 试试看 另外 另外一种做法是放在Assess里面 Sess里面的话 也可以把 资料读 读出来 那这个部分后面有sample 我看看我找一下 再跟各位讲一下 怎么样 你把 一个testfile放里面 然后可以把它读出来 读出来其实又可以配合这个sample 也可以再把它insert到那个database里面 这样子就可以 成为一个 比如说你将来要让人家查一些资料 你第一次就读进来 再让它去key 那关键字查询你也可以把它改一下 OK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试看 把这部分 再做一个修改 可以试试看 Coreline1 看看 从网路上 或者是说 把之前的全名音简的资料 看看 再用那个 getresource的方式 把它读出来 读进来 读进来之后 它当然里面有 它的格式 看用什么方式切字串 或什么方式 把它切一部分 诶有一个部分是 一定有中文 一定有英文 那你可以把它insert 那栏位名称看需不要再变更一下 OK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试看 好 对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